真的不要我陪你啊 我想你给你面对 那我在这儿等你 好 安琪 会客 好 安琪 我来看你了 你不是一向很可爱 很爱做梦 对未来充满梦想的吗 我真想知道 你在这个看不到明天 也看不到未来的地方 你还会做梦吗 好安琪 从现在起 你就只能活在有污点的回忆里 而从现在起我 马安娜 跟你们 跟我所有的过去都没有关系了 我只有美好的未来 新的开始 新的幸福 安娜 你的心还在吗 你那颗会疼 会有温度 会难过的心 还在呢 够了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你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我的命运了 我就要去美国了 安琪 你输了 我要微笑地看着你 看着你怎么样把老弟做穿 安娜 我们朝夕相处了二十年 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的 对不起 我曾经骗过你 曾经伤害过你 但是请你回来 我们大家都很爱你安娜 碰了 可是我恨你 我恨你们 我恨你们所有表面装作坚强 装作善良 去夺责我一切的人 所以我永远永远不会原谅你们 我永远永远不想见到你们 那束阿姨 你识� på 快走 我永远永远 你带我 肯定 你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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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快走 了 快走 你快点 机场 安娜 安娜 请问 刚才那个女孩子呢 她早走了 走了 对 安娜 安娜 喂 浩明吗 你们在搞什么 不是说好把安娜带来自首 我们都已经在这儿等半天了 你们人呢 安娜走了 申请票 护照 她都带走了 安琪 凶手明明是安娜 你为什么那么傻呢 就算她逃到天边 我们也可以要求公安部门发通缉令的 妈 对不起 我无法写下对安娜不利的政策 妈 我们欠安娜的一切 就让我来还吧 我是心甘情愿替她顶罪的 如果不是因为我喜欢上晨替 如果不是因为我喜欢上晨曦 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了 你想啊 我坐牢的话 也就是几年不自由 但要是安娜阻牢的话 我心里一辈子都会过意不去的 晨曦是因为我而去的 在我心里 我的过错比谁都要大 安琪 你这个傻孩子 做几年老 你的未来和梦想 就全毁了你知道吗 妈 你别担心 不会的 不管做没做我老 我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 别担心了 好安琪交通肇事致人死亡一案 经公安部门补充侦查 证据不足予以释放 我无法忘记 和你的点点滴滴 不知该伤感还是清明星 错过了那曾经和错误的决定 这年我走向了这错误的旅行 时光的倒影 在我脑海留下的烙印 全都是你的身影 不知该伤感 夜深人静 马上我这边放一点 好 这里可以 谢谢 把梦搬起 才明白 我不该举起不定 所谓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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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谁都看得起 永远我在自己的手心 我的爱情 不知我在自己的手心 都怪不得 Craig 安琪 诶 夫人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的三餐一定要准时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摆上桌了 我今天有事情要早走 我前天已经跟你说过了 是吗 那就快去快回吧 下午记得接小爱 我知道了 夫人 这种事情可疑不可在 以后做事 一定要严格遵守我的指示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啊 不一定是办公室的正式职员 只要是跟服装有关系的就可以 我去做服装店的店员也可以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就算我肯介绍你过去 你也通过不了面试 你是一个叛过刑的人 有工作做就不错了 还挑三简四 我 我那个是交通意外 谁管你罪名是什么 你判过刑那是有历史污点 谁会让有污点的人做设计师啊 我也是跟你说 那件衣服是老改犯设计的 你会不会买啊 别嫌我说话难听 我也是为你好 现实点 趁着你现在年轻冒端 找个不计较你过去的好老公 这样子算了 吴姐 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吧 主要是跟服装有关系的都可以 让我去当店员也可以 看仓库也可以 是不是只要服装公司做什么都可以 宋氏集团有个空位 宋氏集团有个空位 那个有名的宋氏集团 对 就是做时装的宋氏集团 你不会是在做梦吧 你别太激动了 这都是剩下的没人做的空位子 清洁工去不去 清洁工 不去就算了 不不不 我做我做我做 我只是怕我做不好 吴姐 有没有培训清洁工的地方 我真被你打败了 从没见过做清洁工还做得这么高兴的 安智姐姐来了 安智 怎么会乖 小孩今天怪不怪啊 苓熙 奶奶她还好吗 奶奶 身体还好 可是年纪大了 记忆力好像开始有点混淆了 她的记忆 好像回到哥过世之前了 老师问 哥下课了没 昨天怎麼還沒有回家 下雨了 說要給哥送傘 還問你 什麼時候過來吃他做的甜品 安琪 為什麼看到你笑 我比哭還要難過 為什麼 我就不能跟你一樣堅強 你多看看小愛 你看小愛 你看她笑得多開心 也是 幸好我選擇這份工作 孩子們的笑容 就是背向最好的解藥 只可惜笑容這麼可愛的孩子 卻不會說話 我們小愛不是不會說 只是不喜歡說對不對 好 我還有事先去忙了 拜拜 走吧 立元 這幾天你就專心安排她的後事 怎麼風光怎麼辦 不用考慮我的感受 省得別人又說閒話 我和小愛都挺好的 最近這段時間 你就不要過來了 可惜我的身份 不能陪在你身邊 也不能替你分憂 小愛回來了 那我掛了 小愛 小愛 你也替我高興是不是 以後她就受我一個人的了 再也不用受那個女人的氣 來 親一個 安琪 你帶小愛去換件衣服 一會兒我要帶她去吃大餐 我們慶祝一下 走 這女人也真夠狠的 人都死了還跑去慶祝 這年頭啊 小三真是越來越猖狂了 安琪 你要不要換個人家 我不想離開小愛 說起來這孩子也真夠可憐的 居然被這種女人領養 五十多歲的女人了 奶奶不像奶奶 媽媽不像媽媽的 到底算什麼 可能對另外一個女人來說 她確實是不好 但是對小愛來說 她確實是一個好的養母 看來你還沒有吸取教訓 看誰都是好人 難怪被安娜刷船攤賺的 這麼多年了 都沒有安娜的消息嗎 你叔叔那邊呢 他去美國之後 沒跟你叔叔聯絡啊 我看啊 他肯定是怕人叔叔知道他幹的壞事了 所以不敢去投靠他 正想親眼看看這個壞女人受到的報應 你別這樣說安娜了 她自己在美國 想想看 應該也挺不容易的 而且 我想 她想起來這些事情的時候 應該也會後悔吧 我因為她說得了 她說得好嗎 她說得好嗎 我叫她說得好嗎 她說得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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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我想起了你说的那些话 仿佛是背试了那神秘的魔法 我无法挣扎在你编织的童话 不只是幸福还是惩罚 明明是一场梦却傻傻的依恋 无复仇的一切想跑步的无限 消失的平线就在与你擦肩的瞬间 你竟然视而不见 呼声 你竟然说不过了 你竟然说不过了 你竟然看了 你竟然看了 喂 你怎么样 喂 你怎么了 喂 喂 你怎么了 醒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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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之后 下的雨 像是在送你远起 雨过之后 泪成雨 模糊了远处风景 那散下的曾经 固然间变得好清晰 当时我们靠得那么近 可惜我找不到退路 可惜我走不出 你线下的迷途 曾经的幸福 恶梦结束了 安娜 你有了宋晨昊 所有的恶梦都结束了 你走之后 下的雨 你走之后 下的雨 像是在送你远起 雨过之后 泪成雨 模糊了远处风景 那散下的风景 你走之后 突然间变得好清晰 你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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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lation 关系的事情观量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我好 不知道 你的出现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我真的不想看你 你真是幸運的 少許之後 就会更多更多 就在《Neunomia》 誰說的 A cute boy spot you in a street and brought you here. Things like that happen every day. Oh!The cute boy come! 馬安呢? 馬安呢? 怎麼樣了? 馬安呢? 你認識我? 給你辦理住院手續的時候才知道你叫馬安娜的 突然讓我想起來希臘神話裡邊的月亮女神迪安娜 我不是笑話 也不是明明 更不是什麼女神 我沒有家 沒有親人 沒有朋友 沒有錢 沒有愛 我什麼都沒有 別這樣 遇到你也算是緣分 我總不能見死不救吧 我是不會放棄你的 不要說這樣的話 正因為太在乎了 所以我總是緊抓著不放 最好 最好我什麼都沒有了 我害怕失去 所以最好 就不要悠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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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学几年 连关键的规矩都忘了 由你来教我规矩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你可以恨我 但里面这个人是你的生母 你起码应该尊重他吧 我正是因为尊重他 所以说我非常理解 他自己的心里是在想什么 他终于解脱了 他不需要我的哀悼 他不用再等着你 忍受你的背叛 和痛苦煎熬的日子 上主所有的一切仆人 请赞美上主 夜间斥立在主殿的人 请赞美上主 请你们向圣所举你们的手 赞美上主 愿创造天地的上主 有席庸向你祝福 上主的众父请赞颂 请赞颂上主的圣人 你们服役于上主圣殿的 你们斥立在我主前庭的 请赞颂上主 因为上主是美善的 歌用他的名 引他的名 是甘甜的 亚格伯原是上主为自己的 我们谈一谈可以吗 谈什么 让我恭喜你吗 恭喜你终于解脱了 没有人再烦你的旧账 说你是靠着女人的真正 才获得成功的 你现在好了 轻松了 心圆一马了 去过你的好日子吧 你说这种话不觉得烧心吗 这些年来 你又想过要理解我吗 是的 就算我跟你母亲 爱得不够深 但我们彼此是充满了感激 和尊敬的 要不是他们周氏家族 一再地干涉我跟你妈妈的生活 要不是他们一再地打压 我的信心和自尊 我跟你母亲 是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不管我付出多少心绪 想在他们的跟前 证明我的能力和付出 但是在他们周氏家人的眼睛里 我始终都是一个靠老婆起家的窝囊费 你能告诉我吗 有哪一个男人 能够这样长年累月地 忍受着压抑 你理解我吗 那你有理解我妈吗 我从小到大 每天都看着她在这儿 眼睁睁地等着你回来 晚饭的餐桌上都会多一副碗筷 直到饭菜都凉了 你有能理解我吗 我为什么要出国 因为我不想再看着她去等一个可恨的男人 所以我逃走了 陈昊 你应该明白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谁对谁错的 我也是身不由己 我跟你母亲的婚姻是个悲剧 我不也是一个受害者吗 你知道 每天我有多害怕 回到那个令人压抑到窒息的家 既然两个人已经走不下去 为什么就不能各自给对方放一条生路呢 可是你妈妈 她就是不肯松手 能怪我吗 我承认 我是不理解你 可是从你身上我理解了一句话 卑鄙是卑鄙者的同行者 高尚是高尚者的慕志明 对于你而言 放手怎么就那么轻而易举呢 难道你忘记了宣誓结婚的时候 怎么样跟我妈说的吗 你再看看现在 你的道德底下和良心在哪里 我不想再和你有瓜葛了 我不想再和你有瓜葛了 因为你不配 乘号 上车 有啊 有啊 阿嬷 叔叔 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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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会故意的 我知道 没事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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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李妍 你不说明天回来吗 以前都还好了 都还好 怎么 你要出去了 约了几个姐妹喝茶 我不知道你今天回来 去吧 让我一个人在这儿敬你去 怎么 陈昊没有参加她母亲的告别式吗 她来了 那 喂 是我呀 我今天有点事去不了了 实在是抱歉 好 好 陈翰 其实你比我幸福 好 至少你还有父亲 而我 却从来都没有见过父亲的面 至少你还有一个疼爱你的母亲 而我就不知道我的母亲在哪儿 我从小 就是在父亲的亲父家长大的 我不知道我的母亲是谁 我是哪一天的生人 她是不是还活着 不好意思 你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怕的样子吧 我不想恨她 我不想恨她 可是我找不到原谅她的理由 陈昊 这不是你的错 安娜你知道吗 在这个世界上 你是离我最近的人 也是最明白我的人 也是最明白我的人 对了 这次回来 有没有去见他们 你呢 是我们家的超级名模安娜 还有我这个 超级设计师 以后你每次走红毯 都要穿着我设计的礼服 好吗 我们是石匠界最完美的 双方队组合 没错 没关系 看了也没事 只是见命叔叔写来信 问候大家而已 我不想见他们 他们害死了我初恋的朋友 我一个人就在你们的地方 不知每次怎么想见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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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爱 听说呢山上的杜鹃花都开了 姐姐带你去看好不好 好 乖 乖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咱们走吧 还在找房子啊 本来就说好好在你这里只是站住 住那么久 我都不好意思 其实 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你为什么回来 自从 自从陈希离开以后 你和奶奶就突然搬走了 我以为 你再也不会回来这里了 大概是 时间具有改变一切的力量吧 本来不想回来 怕触景伤情 可是后来发现 不管跑到哪里 都改变不了悲伤的心情 反而离各越来越远了 与其这样 还不如回来 战胜自己的心结 看到你之后 我就知道回来对了 你真了不起 晨曦知道的话 一定问你骄傲 你才了不起 帮安娜顶罪 却连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 这种境界 我一辈子都达不到 我不是在帮她赎罪 我是在替我自己赎罪 如果 我能 早点察觉到安娜对我的恨 我能不要那么自私地想霸占晨曦 或许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 你别把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来 芸汐 芸汐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什么事 该找什么房子了 你就留下来 跟我一起住吧 我要代替晨曦 好好照顾你 来啦 太阳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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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い 好 我 那天 才对我 你不判除了 我 你不妙的 你不妙的 半夢半醒 才明白 我不該聚起不敵 所謂的命運 你應該誰都看得起 你擁有我在自己的手心 若是我不那麼任性 若是我看一眼你堅定的表情 在美的風景 抵不過你的眼睛 睡過那燦爛的繁星 夜深人靜 想起了 夜深人靜 想起了 你和我昔日憧憬 半夢半醒 才明白 我不該聚起不敵 所謂的命運 你應該誰都看得起 你永遠我在自己的手心 我的愛情 躲著我在自己的手心 心想起了